我是覺得說好像三年前在同一個舞台上 她一個是我的主持人嘛 婚禮組的小男人 一位是我的婚物 她們就在那邊認識的 就是 就在那個上面 我那時候她們要認識 介紹她們認識的時候 我心裡很納悶 就覺得這兩個人好像 沒有什麼交集 我感覺她們倆會有什麼共同點 後來我發現是有 有嗎 因為其實Stacy 除了是一個非常棒的婚物 她還是一個氣質出眾的鋼琴老師 對 那小男人可以知道 她是個享譽國際才華 養育的狼狼的化身 對 那兩個 做的同一個歌手 我發現其實是 白友的那個話 為什麼小男人都是別人 對呀 一下子都在你 一下子狼狼的 等一下 我覺得 這個要她們自己來講 對呀 到底Stacy是哪裡吸引 我覺得 我當天 當天